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快看,这几张照片很美是吧? 我朋友到巴黎岛旅行,每到一个点都拍了很多照片, 看得我心痒痒也想去。 这些景色确实漂亮,值得去, 衣裳傍海,蓝天或红霞都好看。 你就只看到风景吗? 我羡慕的是朋友在那里留下的倩影, 尤其是这张,荡着秋千,背景是一片绿色的椰林, 他穿着极长的黄色裙摆, 秋千荡起,裙摆摊开随风飘液,像只蝴蝶。 啊,我也要拍这样的照片, 趁我老之前留下倩影,他日回味。 倩影的倩,左边是单人旁,右边是青苹果的青。 对呀,也是一个含声旁青的字。 左边人,右边青,倩影的倩, 还有一个读音,读第四声,庆。 庆? 读作庆,是有文言色彩的词, 意思是请人做事, 比如庆医诊治。 哦,也就是请医生诊治, 现在很少这么用吧,我都没听过。 都说是有文言色彩的词了, 见你提起欠,就顺道提一下。 嗯,我要计划一下了, 看什么时候也去巴黎岛游玩, 而且这个旅游景点必去。 不过,我拍的照片不能跟朋友的完全一样。 你都去同一个点了, 景色肯定一样, 能拍得那么好, 肯定是那里的专人拍的, 出自同一个人的手, 拍出来的效果都差不多。 我可以在裙摆上下功夫啊, 他穿黄色的,我就穿白色的, 他的亮丽,我的青雅。 你看,一些白色的花开在草丛间, 或是有一堆绿叶衬托, 给人清新无比的印象。 这样搭配才高级。 那你得确保你穿的长长裙摆, 得洁白如雪,可别泛黄啊。 哎呀,可以用漂白水, 再不然就用电缆, 白衣穿久了,发黄是正常的。 以前,我妈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把发黄的白衣浸泡在家了 电缆的水里漂洗, 才一会儿功夫,白衣就洁白如新了。 电缆的电,左边清是部首, 右边定是生旁。 电缆是一种深蓝色染料, 电也指深蓝, 比如电清就是深蓝。 含有清的字, 今天谈了倩饮的倩和电缆的电, 前两天谈过的则带有三点水, 虫字旁和鱼字旁的轻, 带树心旁和日字旁的情, 和带炎字旁的情。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K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